這次法會和和樂先對後學說 你不要吃那麼多東西 後學白吃不減 直到有講師說 吃少點東西身體才會好 才稍微了解 可是還是不太明白 要少到什麼才可以 後學平常早上吃一根紅蘿蔔 一根芹菜等生菜或自製果菜汁 和一杯煙麥 中午吃麵當 晚上約吃一道鍋碗麵或放菜 菜多放得少 應該如何解釀才嚇到 非常感謝 這個我們之前就是有講過 多吃有五醉 還記得嗎 講講看 哪五醉 兩個 多吃了以後 我們吃多了以後 就想睡了 會多睡 然後多吃了以後 會多病 多吃了以後 會多癮 就是男女之間 那個周愛 然後多吃了以後 我們就不能歌頌經典 因為有多睡 多病 多癮 所以對那個經典部分 就不能夠深入了解 然後所有吃的東西 都是從地上生長出來 所以我們生早 早已 世間 生生早已世間 叫世間 把我們揉住住 拔住住 所以我們了解說 這個環城 我們地生長的東西都不吃了以後 我們人就會灰了 地生長的東西不吃 人就會灰 那我們要了解到 這個蘇迦摩尼佛有講 所以我們不要吃那個生物 生的東西 我們就是要熟食 經過煮了以後 才吃 不要吃那個生的東西 那要吃多少 才算恰當 因為每一個人的那個體質都不一樣 那看我們的那個需求 假如說力道都不夠 當然要稍微加多一點點 那假如說已經都可以了 那就可以減少一點點 像或許跟老千 一直生活的時候 老千那個吃 真的是 我們一般 或許都說 像我一定的都會沒力 因為我們那個飯碗不是很小嗎 那大概都是六分到七分而已 那小碟碗才六七分 然後那個菜都是一點點 夾一點點 不會吃很多 然後那個湯 喝那個湯 給那個差不多小碗的半碗這樣 一餐就吃這樣 然後三餐都一樣 早上有時候吃 饅頭吃那個豆漿 也是吃很少 所以或許曾經問老千說 你老怎麼吃得這麼少 人家說 這個器官都已經老化了 不像你們年輕人消化那麼好 就是吃進去以後 不容易消化 會累積在身上 只要他累積在身上 我們就有那個負面的 你想睡 然後你那個血液不通暢 會有那一種精神不濟 那一種狀態出現 所以老千他說 吃得少了以後 就可以排除這些障礙 然後連喝水 各位先生 林老要不要喝水 他會問說 現在幾點 早上十點 下午四點 那個時間他才喝一點水 他平常不隨時喝水 這麼生活 這麼遠景 那或許也問說 為什麼不多喝一點水 不是大家都鼓勵多喝水吧 他說 不行 那個就是消化 喝進去 會激在體內 就是要排掉 不容易 所以不喝多的水 所以我們就個人 對自己的身體狀態 那各位要了解到 我們吃進來的食物 它都會有養分 營養 那我們假如說 時時刻刻 精神都外放 那我們會把養分 營養分 就是我們吃進去的養分 都把它用掉 我們就會感到很餓 那假如說 我們是多把精神收回來 都能夠回光返照 回光返照的時候 精神不外放 那個養分 就激在我們體內 那我們體內 假如說 累積 那個養分多 或許就講 那個夏丹田 它會熱熱的 會熱熱的 你累積一段時間以後 它會把我們那個全身的脈絡打通 那打通脈絡的時候 它從夏丹田開始 然後就往我們的那個身上 那個大部分都會往那個背部先 然後它打通的那個地方 我們就會產生 那個我們外觀 就會產生那個晃動 所以那個 假如說 各位有那個經驗 就不要害怕 有時候是左右晃動 有時候是前後晃動 有時候是遠的晃動 遠的也有 由走向右 由右向走 都不一樣的 都自然而然 你在這個狀態之下 勿忘勿助 不要忘記 不要幫助 讓它自然 它只要通了 那個脈絡通了 它就停了 停了以後 又會往上面 這個往我們那個頭部進來 身體通了 身體不動 然後那個頸部 頭部不通 然後那個頸部 頭部再動 再動也是一樣 它有左右 有前後 然後也有遠的 也有 有走向右 右向走 都這樣 然後那個搖動 你也一樣不要幫助它 也不要忘記 你就讓它自然 它自然已經全部通了 它就停止 所以 那個是我們把養分收回來以後 在身體產生的 它的功能作用 所以我們就是了解說 我們外放 精神外放 會一直消耗我們的能量 就是把那個吃進來的那個養分 都消耗掉 你假如說 回光返照了 那個養分都累積在體內 它累積在體內 我們就可以一段時間以後一直累積 它就會有打通我們脈絡的那一個機會 那我們脈絡都通了 毛病就減少 我們身體的狀況就會很理想 所以我們在平時的時候 就做這個功夫 讓我們那個精神 外方的精神全部回來 那個累積 我們那個能量 讓我們這整個身體都很健康 當然我們平常的時候也要運動 有運動的話 我們那個血液循環 有比較正常 毛病就會減少 這個是在養生方面 那我們要了解說 這個是要靠自己 靠自己努力 不要懈怠 一方面精神 一方面自己實際的 那個身體能夠運動 然後精神能夠把外放的精神收回來 同時進行